大家好,我是石宇 今天路过一个地方 进到了这个山形地貌 这个山形地貌 认真观察 极有可能是极穴之地 并且是极着怪穴 这个山形地貌 后面的碑山 是金星 这边山体断层 这样就形成了青龙沙 这边也是山体断层 就形成了白虎沙 中间的这一块地 是山体凹进去的 所以这块地 可能是极穴之地 放大观察 这个金星 从中间 分出两支脉 这是一支脉 这支脉 在这儿到底 这一支脉 这支脉还在往前面营生 营生下来到这儿 看上去有两根石柱 这种分脉 其实 其实 已是地理山传中的一种阴阳的表现 这种山形地貌 形成的原因 我认为主要是 这支脉 这支脉 中间是空的 这儿由于长期有一股能量气体在这儿回循 所以这一大块整体陷进去 就形成了这样的 凹进去的山体 因为它有一股能量气体在这儿回循 所以它的地形地貌 已就形成了这样一种 大云形的地貌 所以这儿肯定会继续 我们去这儿追查看看 到底判断正不正确 现在是来到了 我们在对门看上去像两根石柱的这儿 这儿原来是两路石柱 从上面下来 这边一路石柱 这边一路石柱 两路石柱 但是通过仔细的观察和分析 没有血的特征 血位的特征不明显 所以感到怀疑这不是血 站在两路石柱的特征不明显 在两路石柱中间拍视频 所以这儿肯定不是血 现在是到面对山峰的左边 这儿来观察 这个小环境 有点像血 但是从后面的血心 跟血儿的血儿 来对比河队 来对比河阵 来对比河阵 这儿也不是血 那我们去另外一边看一下 站在右边观察 站在右边观察 这儿有一个窝口 极有血的特征 这后面是血心 背山 这样观察的话 左边 我们说的两根石头 就成了这个位置的护砂 右边 这个断层山体 以成了这个位置的护砂 那么这儿是不是血 我们去那儿详细考证 现在来到了屋口这儿 这儿是一块较大的平平土 平平土的中间这儿 要低傲一顶 这儿有一个石头 石头的两边 这边也是石头 另外一边 还是石头 所以 它这后面 是 弓形的 半云形的 一圈石头 再观察一下 这是中间的石头 这边是石头 呈符形 这边也是石头 这样符形的一圈石头 而对上去的血腥 也很正 这样看的话 就是我们刚才在对面 看的右手边 有一只脉 正对下来 就是在这儿 所以这儿 作为血位的特征 很明显 我们回头看一下 草案和明堂 现在站在 血位的位置 观察 先看两边的沙 这边是青龙沙 往这边缓呼的 这边 就是刚才说的 两根石头 站在这儿观察 就成为 这个血位的 白虎沙 所以很奇妙吧 我们看 曹山和明堂 这是曹岸方 这是曹山 也很正 这边是左秦方 这边是右秦方 从曹山 岸山 这个是岸山 和明堂来看 也很周正 所以断定 这个血位 是真血位 现在 我们再回过来看 这儿 是我们刚才认定的 血位之处 这上面是金心 金心开葬 中金出脉 一只脉 这样下来 到两个石头 这儿到底 另一只脉 这样下来 再这儿散一下 再到解穴的位置 解穴 这样看 这两根石头 真的就是 这个穴位的 白虎沙 这边是青龙沙 这样分析 这个穴位 是成练的 当然 这个穴 很小 不大 但它 别竟是 穴 真是 怪形异地 怪结穴 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喜欢的朋友 点亮红星 点击关注 下个视频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